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的哭戏有多强? 成欢季路透照曝光,网友,她是哭戏女王。 近日,有网友在微博上晒出了成欢季中的一张哭戏路透照,引起了广泛热议和关注。 她的哭戏呈现出深刻的破碎感,让人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情感共鸣。 网友们纷纷留言表示,杨子的哭戏太厉害了,看着就心疼,她是哭戏女王,没有之一,这是什么剧情啊,为什么要让她这么难过,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成欢季了。 杨子是当下最受欢迎的女演员之一,她的演技在多年来有了显著提升,她展现了扎实过硬的基本功和与角色共情的能力。 她的哭戏表现让观众惊艳,使人对她在新剧《成欢季》的表现充满期待。 不少网友还回忆起了杨子在过去作品中的哭戏经典场面,如《香蜜沉沉浸如双亲爱的热爱的沉香如谢》等。 在这些剧中,杨子都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哭戏表现。 在《香蜜沉沉浸如霜》中,杨子饰演了紧密一角,她与男主饰演的续奉之间有着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其中最让人难忘的是那剧《从未长景》。 紧密在续奉死后,在她的坟前大声地说,我从未后悔过爱过你。 然后崩溃大哭。 杨子的哭戏表现被称为教科书籍,她用声音、眼神、肢体语言等多种方式传达出了紧密对续奉的深深爱恋和无尽悲伤。 在《亲爱的热爱的》中,杨子饰演了童年一角,她与李线饰演的《韩商严》之间有着一段甜蜜又曲折的恋情, 其中最让人心碎的是分手场景。 在《韩商严》面前装作无所谓地说,我们分手吧,然后转身离开。 杨子在这个场景中的哭戏同样令人撑道,从微笑到鼻酸再到泪滚下来的情感表现令人心疼。 在《沉香如泻》中,杨子的饱含眼泪的演出充满感染力,传递出了失望和脆弱的情感。 可以说,杨子的哭戏能力有多强,就有多少观众为她的角色感动和落泪。 她不仅能够准确地把握角色的心理状态,还能够用细腻的表演技巧将角色的情感层次展现出来。 她的哭戏不是为了哭而哭,而是为了让观众理解和共情角色的遭遇和选择。 《据西城欢记》是一部现代剧,改编自《同名小说》,讲述了当代母女关系的心声与重塑。 该剧目前正在紧张拍摄中,预计将于2024年上映。 相信杨子在该剧中会有更多精彩的哭戏表现,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没人为杨子发生吗?但凡是男演员,早就疯神了。 每当一部剧火了,总有人质疑女演员是靠男生而成功。 无论是男主角还是男配角被带火后,都会引发争议,甚至掀起黑帮骂战。 这不公平的待遇暴露了内娱对女性的不公平态度。 如果这些成就归功于男明星,她们早就成为神话级明星。 现在让我们对比那些因为一部热门剧而获得成功的男明星, 以及那些一直依靠颜值宣扬的男明星, 她们都能被尊称为当红顶流。 然而,对于女演员来说,不管她们努力出色的扮演角色, 剧极火了还是没火,都会受到黑帮指责。 她们被要求培养新人,一旦成功培养出来,却再次被黑帮诋毁。 大家不仅想拉低她们的形象,还极度地口水横飞。 人们常说人性本善,但这么多年来, 对她们的抨击和恶意攻击却层出不穷。 当有人建议她们多学学杨子的演技时, 很多人不服,只是演戏而已, 我们家的演得比她好多了,我们家的也热爱演戏。 然而,她却回答道,热爱和喜欢还不够, 只有对演戏保持敬重和尊重,才能成为一个出色的演员。 所以,让我们先学会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演员, 再来指责合黑帮。 演员靠优秀作品和实力获得成功, 而不是凭借华众取宠或投机取巧。 戏里戏外,杨子为徐凯吃西瓜, 二人拍戏有爱互动。 娱乐圈内艺人们, 一直都是很努力, 这样的努力才造就了截然不同的自己, 成了不断努力的那种小伙伴了, 盘点上半年以来,已经有多部影视剧问世了, 而且每一部班上迎评都成了一些经典, 让大家觉得倍感亲切。 那么对于一人杨子而言, 未尝不是如此, 如今杨子已经成为了娱乐圈内公认的实力派小花了, 在出道十几年里, 也是作品颇丰, 其中代表作也是非常多 《家有儿女亲爱的热爱的我的茉莉男孩余生青云至香蜜青三行女心理师》, 要久久爱沉香如谢, 沉香仲华贺顿的小可乐, 今年也有两部新剧问世长相思成欢季, 可以说作为一个艺人呢, 他的资源也是越来越好, 毕竟演技十足, 也得到了很多导演的高度认可, 那么跟徐凯合作这部《成欢季》也是如此。 《成欢季》是由田宇指导、杨子、 徐凯主演的电视剧, 该剧根据一书的同名小说改编, 讲述了当代母女关系的新生与重塑, 以平凡女孩不平凡的人生经历, 传达独立奋斗的新时代女性态度。 出身于上海普通人家的九五后女孩麦成欢, 在母亲刘婉玉的催促下, 与男友新家亮一婚。 但新家优渥的经济条件让这段原本平等的感情关系变得失衡, 同时, 麦母对女儿终身大事的过度插手, 加速了麦成欢和新家亮的分手。 在孝顺父母和忠于自我之间, 麦成欢兼男求索, 她逐步从母亲强势的关爱中挣脱, 在工作上更专心进取。 麦成欢的蜕变得到了季祖母的认可, 把自己最看重的酒店经营重任托付给她。 季祖母的亲孙, 职业酒店经理人姚志明在与麦成欢的合作中逐渐对她理解并认同, 俩人成为工作伙伴, 携手并进。 而在生活中, 姚志明被麦家烟火器之下的真情包围, 与麦成欢的感情逐渐升温。 从成欢膝下到成就自我, 麦成欢走出了一条独属于自己的不平凡的成长之路。 那么除了拍戏之外, 在戏外杨子和徐凯也是有爱互动, CP感十足, 一组相互喂食那种照片, 让大家备受感动, 心动不已了, 杨子为徐凯吃西瓜, 二人笑容灿烂, 互动超甜。 子为徐凯吃西瓜路透曝光, 氛围融洽, 杨子狠狠地挖了一大勺西瓜为徐凯吃。 徐凯张着嘴, 好半天也没吃进去, 二人开怀大笑, 西瓜最终还是没被徐凯吃进嘴里, 画面又甜又搞笑。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